再来看我们的独家消息 民进党呢 现在公布了总统就职纪念邮票 那么是以几何像素来呈现 不止没有蔡英文的人头肖像 是以Q版来取代 还首度了没有放上国旗 更引发了讨论 博优电TV独家掌握到 其实设计团队呢 原本设计的版本当中呢 就有放上了国旗 至于最后为什么没有采用 以及实际的情况又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一起来看看 Pixel几何图像组成小鹰大人哥 520就职邮票跳脱传统 首度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 不过现在大公开 其实国旗版本原先也有做 先前公布的纪念邮票版本 蔡英文 陈建仁双双望着总统府 不过其实最早设计的版本 是这个样子 真的跟总统府一样 都有国旗 前后拿来比一比 两款纪念邮票 总统府的旁边都有中华民国国旗 但订稿后通通没了 其实是有技术考量 在一开始设计的版本里面 的确是有用到国旗 但是因为它透过Pixel的设计方式 那它在这个国旗的呈现上 并不是非常的完整的 符合国旗的设计 国旗以外我们这次也有用到 像台湾啊 像这个 邮票上面有中华民国的字样 所以这些都有去呈现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总统就职典礼的 一个一个象征 原来某鬼藏在细节里 因为中华民国国旗国徽法可是有规定 青圈跟12道白尖角光芒位置 尺寸比例都有一定标准 不过Pixel技术却只能做成白十字架 这个我蛮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很具体而且可以 很一目了然 就马上立即代表台湾的人 而且它比较不会因为时效性而变动 现在这个造型 有国旗其实蛮丑的 对啊 因为它长这样 就是如果硬要选的话 这样子是比较好看 看看2000年水莲配 2008年马肖配 再到2012年 马英九吴敦义的旧局纪念邮票 总统府都有搭配国旗 尽管想展现台湾 不一定得要青天白日满地红 才算爱国 但先前绿营财遭批评 企图去中国化动作多 民进党520邮票 各种版本多方考量 希望多点设计色彩 少点政治意涵 原TV回忠说刘一轩台北报道